大家看到這兩位外國朋友 穿著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校服 聯同幾位帽子波特、妙麗和榮英的小朋友 在製作月餅 不用覺得奇怪 因為由電影《哈里波特》改編的 魔法劇場巡迴表演 這日來到香港公演 兩位主角Gary和Jesse 就特地和三位小朋友一起學製作月餅 在開場前感受一下中國的節日文化 兩位主角演戲似乎比製作月餅 不過他們也很享受整個過程 Jesse和Gary第一次來到香港演出 心情都相當興奮 這個劇場曾經去過多倫多、倫敦、紐約 很多地方作巡迴表演 雖然兩位主角有很豐富的舞台經驗 但他們都堅持加入香港元素迎合觀眾 我們在想找一些韓國文化的興奮 讓香港人會覺得很有趣 我們在接下來幾個晚上 看看哪些活動和哪些活動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 讓我們在城市裡的味道 據他們所說 Jesse會一人分析多個劇中角色 還會以極搞笑的方式去演繹 真是好考演技 而對於Gary來說 最大的考驗就是隱笑了 跟我的角色,我推薦了故事 我確保,如果我們在箱裡 如果我們在箱裡的故事 我們會保持著故事 他會進行各個不同的角色 但我挑戰的是 記著我們在演繹 因為他在演繹 因為他在演繹 真正在演繹 很難的 很難的 他在演繹 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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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繹 當你演繹 演繹 所以我會說 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在演繹 演繹